哇 要说这个暑期党的选秀节目 那真的是一场又一场的暗战 来势汹汹啊 选手们除了比唱功 比表演之外 好像还在比谁的身世更离奇 谁的故事更精彩 而就在这个时候 有两位上届中国好生意的学员就站出来说 选秀节目有内幕 就内幕这两个词啊 一直活跃在 各个各个这种类似的栏目当中 作为上一季好生意人气学员 这番内幕说让大家对好生意的真实面貌更加好奇 在节目中除了聆听选手演唱 听他们讲故事也成为了节目的必备项目 不过这些隐形埋名的选手们 最后的故事更让观众大跌眼镜 在第二季中国好生意的比赛中 今任吉以5秒刷新了导师转身速度的最快记录 不过这位音乐狂人